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市藏者在中途致忙时如何努力重建生活 以及社团法人花连县盲人福利协进会如何陪伴重建的历程 在国际盲人节15号上午特别举办 接牌暨更名成果服务发表会 正式更命为社团法人花连县视觉障碍福利协进会 并分享市藏者如何透过就业中心 如何推广市藏小农的产品 让更多人看见 虽然老天关了一扇门 必然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 陈小姐五年前生病导致双眼是神经萎缩 因此离开原本从事的第一线服务工作 但在花连就业中心协助下 运用多元就业开发方案 推介至花连县视觉障碍福利协进会 担任行销推广员 10月15日的国际盲人节 跟明街排挤服务成果发表 唱着自创曲相信自己 并分享与花连在地市藏小农合作的计划 那我们市藏者在花连有一千多位 所以搞化的情形也非常的明显 那我们希望募集很多上款 这一款以及我们大力的募集我们缺的是部分 各方面的支持 各人也好企业也好 希望可以帮助我们成立 可以作为具体的条件 既然计划在没有办法改上变化的时候 那我们只能靠大家的帮忙 希望让我们有更好的机会被看见 这次成果发表 是协进会向劳动部申请多元就业开发方案 建立了花连盲建客的小农交易平台 让民众有机会吃到更多市藏小农的食品 协进会向劳动部申请多元就业开发方案 建立了花连黄建客的一个小农交易的一个平台 那透过这个平台呢 让我们的民众有机会吃到健康的食品 食物 那也让我们的视觉状态的朋友 有机会能够经济鼓励 我想这是一个说明的计划 也很请在座各位伙伴们 能够多多的支持跟鼓励 协进会一路走来 感谢许多人士的帮忙 花连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这次也帮忙目的餐桌椅 沙巴 茶几 办公设备和冷气 病区中牵线联合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 那也趁着我们协进会 更平的这个过程当中 来给他们送了更大的 那这个月底会送一台车子 来给我们的协进会 好 再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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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50万的这个 HOMRA的车子 是 那已经在前天已经有下定了 那会在华里村交涉 所以在10月25号 26号左右 会再来协会那边做一个交涉的工作 这样 我想脱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协会最直接的协助 希望协会未来继续更努力的来 补我们华联的西方朋友 华联盲剑客盲用数位资讯养成计划 在今年3月正式上路 四位小组成员成立华联盲剑客市场小农产品销售管道 加入了协会 然后我们来这边上班才知道 一个人跟市场的工作是一个很大的考证 那其实跟市场的工作需要很多的耐心 跟领会能力 常常有时候我们的一句话 其实我们表达出来很简单 可是在听到的人或是接受指令的人 他并没有办法立即的得到这个指示的回应 那所以我们需要做非常多的沟通 去完成我们的工作 那所以说 其实我也希望各位长官可以多多给我们一点知识 看到今天过程非常感动 所以我赞助协会两万块 后来也将持续进行 一步一脚印的探访华联市长农友 帮助更多小农产品被看见 更多详情可搜寻脸书粉丝页 华联盲剑客来支持 记得长方夜华联市报导 我们下期视频 赞助农长 并非请不吝点赞助协会 稍会 进行 零 我实际上 编影